他身形如同婴儿 却拥有一副磁性的好嗓音 他出生后经历上千次骨折 却从未被病魔击倒 我十六七岁之前 每年平均要在这个床上躺 将近十个月 他力竞挫折 却始终笑对生活 去应聘都被拒绝了 老板说客人看见我会觉得不吉利 然后就买一个音箱 去街头试一试 唱一唱 然后效果还真要比我想的好很多 性酸后 他的坚持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我的偶像王立宏老师 通过这个节目关注了我 也找到了我 而且还在美国帮我找了医生 神秘嘉宾意外现身 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 敬请期待本期 让我帮助你 折碎的身体 折不碎的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朋友们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云南卫视的大型生活帮助 节目让我帮助你 我是主持人赵川 今天我们的演播师请到的是心理学方面的专家 刘嘉宁 刘老师 欢迎老师 还有我们三位生活观察团的老师们 欢迎你们的到来 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认识了一个人群吧 这个人群叫玻璃人 医学名词叫做先天性成骨不全 就是老百姓俗说的这个脆骨病 我发现这群人有几个共性的特点 第一个共性特点 他们多才多艺 第二个共性特点 他们特别的坚强 第三个共性特点 他们的人生总是充满了波折和故事 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 就是这样一位玻璃人 他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呢 让我们掌声请出他 掌声有请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叫张磊 来自黑龙江省鹤港市 职业是一名草根歌手 歌手啊 那声音是有点磁性的 没有没有 还没有没有 歌手就给我们唱一段呗 好 唱一首好吗 好嘞 来 欢迎张磊 想 说不是 啊 妈妈 你回到了你的家 可我浪费着我寒冷的年华啊 你的城市没有一扇门为我打开啊 我终究还要回到路上 台上这位为大家带来深情演唱的歌手叫张磊 今年二十八岁来自黑龙江省鹤岗市 从出生起就饱受病痛折磨的玻璃男孩 到如今在舞台上自信演唱的歌者 他的人生有何与众不同的经历 他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 让我帮助你继续为您讲述 好听啊 学过吗 专业学过吗 没有 从小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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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什么时候家里人发现是这个病的 多大 我是刚出生的时候就这样 我这个病叫做先天性成骨发育不全症 也就是咱们说的脆骨病 这个大家可能通过我们的节目都有所了解了 那个时候家里人什么意见 要还是不要 我刚出生的时候 大夫然后建议我们家里人说别留下我 因为我这个病两岁至十二岁 腰折的几率特别大 但是我奶奶却毅然决然地帮我留下了 也就有了今天的我 有了今天的她 关于奶奶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 就是我们做过很多的这种肢体障碍人士 应该这么说 比较规范 就好多都是奶奶留的 就说没有奶奶没有我的今天 看来这个妈妈和奶奶在这个中国的传统里面 就一直说女性的这个抗压能力比男性强 可能就在这儿 那么很棒 那个我知道其实这个病是特别容易骨折的 对 你大概骨折过多少次 我说出来您可能不信 我大概骨折过一千多次 这是我听到最多的 一千多次 其实您也能看见 我今天为什么穿一个长袖的衣服上来 我的四肢其实都是西形的 因为骨折的次数太多了 家里的条件反正也有限 那时候只能打那个 就是像纸壳似的夹板 然后那时候还小 因为特别疼 就拽掉了 就任它自由的生长和愈合 然后现在就变成了畸形 你这真是我听到的特别多的一个 你是不是属于那种打个喷嚏 或者咳嗽一下都会骨折的 这是真的 比如说我要吃饱了打个宝格 或者说像您说打个喷嚏 都容易骨折 就是这么说吧 我十六七岁之前 每年平均要在床上躺将近十个月 还特疼 因为骨头断了 对 就比如说我要是骨折了 然后我躺在床上静痒的时候 你要是坐在我的床上 你不能动 因为你动床板就会动 床板动的话 我骨头断裂的地方就会特别疼 它有那个共振 对 那个日子特难吧 现在想想是挺难的 当时还不觉得 因为当时已经习惯了 真的是习惯了 那时候谁照顾我 奶奶把你留下来的是她照顾吗 还是 一直是奶奶照顾我 爸妈呢 爸妈是在我十一岁的时候就离婚了 然后也在外地打工 奶奶照顾你会不会特别辛苦 怎么说呢 你想一个六十几岁的老太太 然后照顾一个从小 然后一直到接近成年的这么一个过程 真的 我觉得奶奶是特别特别辛苦的 比如说我要是躺着的话 比如说腿 如果腿折了 我就会在就是腿的下面垫一个枕头 然后身子就会有一个斜坡 每天躺着会出汗 东北的天也特别热 一出汗了 奶奶就怕我 比如说起枕子啊 或者是坏啊之类的 然后奶奶就会把我的后背拖起来 然后用扇子去扇 每一次这个过程可能都需要十几分钟 甚至说二十几分钟 而且我的吃喝拉撒呀 基本都在床上 还是那句话 十六七岁之前 我是和床度过的 奶奶是陪着我和床度过的 长在床上了 对 这个词用来这么说 是长在床上了 这个骨折的时候你就得静养呗 对 只能静养 那时候那你有没有什么娱乐的方式啊 读书的方式 因为十个月都在床上 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 比如说现在我们有手机 有电脑 那个时候家里连电视都没有 就只有一个录音机 反正我是最减压的方式吧 就是转移注意力 每天的就在床上反复的听这个卡带啊 然后一遍一遍的去听 因为那时候可能 反正不是很好吧 就是卡带只有一盘 一盘是刘德华老师的 反正反复的去听嘛 这挺好 强迫学习音乐 对 强迫学习 也是因为这个反正有了这个 喜欢音乐的这个一个开始 然后慢慢的逐渐的长大了 也就喜欢上了音乐 能给我们来两句他的歌吗 就是那会儿解压的歌吗 好 咱们来一段 那时候我经常听的 刘德华老师的《天意》吧 好吧 那行 谁在乎 我的心里有多苦 谁在乎 我的明天去何处 这条路 究竟多少奇趣 多少坎坷图 我和你 早已没有回头路 我的爱藏不住 任凭时间无情的摆布 我不怕懂不怕输 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 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 一切都是命运 终究已注定 是否能再多爱你一点 能再多看你一眼 尚会少一点 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 一切都是命运 谁愿逃不离 无情无爱 无情无爱 此所有何必 谢谢 因为爱上唱歌 让张磊一直灰暗的生活 照进了一缕阳光 音乐成为了他最解痛的良药 十七岁之后 张磊的骨质有所好转 没有以前那么容易骨折 于是 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他 有了更大的目标 怎么就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 变成一个职业歌手呢 我十八九岁二十岁的时候 身体就会慢慢的恢复了 不像之前就是那么容易骨折 打的喷嚏 然后动一动就会骨折 然后 那个时候的年纪 你也理解 然后 对外面对外界的世界 特别的有憧憬 然后就 就想着 因为家里 因为我所以才条件不好的 也想自己去努努力啊 然后 能够靠自己的努力 然后赚回来一点钱 然后 贴补一下家里 也希望 为奶奶减轻一点负担吧 然后就和小伙伴聊说 要不然我们出去赚着吧 我是一个特别有主意的人 然后 这个事情大概也就有一个星期左右 就实现了 然后就背着家里人和小伙伴去了 我们寻找梦想的城市大脸 其实我们知道 一个年轻人去追梦啊 就追梦本身 外人看特别苦 自己一定会特开心 特乐 但是你的情况又不一样 因为你的身体还异于常人呢 对吧 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喜欢做这件事 你想去做 我觉得 更不是累 当然了 这个中间会有很多的辛酸苦辣 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男人成长 需要经历的一部分 那你身体受得了吗 身体其实还好吧 只是说 长时间的去工作啊 或者怎么样的 可能身体上会有一些不舒服 基本上这个病过了青春期以后 相对就稳定了 对吧 对 好一点就不会容易骨折了 你当时跟家里人说过吗 就跟你奶奶说过吗 我当时走的时候没说过 我是去了以后 给奶奶打电话 我跟她说 我说我来到大连了 然后我记得 我记得我奶奶说过一句话 我特别的印象深刻 她说你为什么要走啊 在家里会饿死你吗 然后我就和她说 我说我觉得 我是家庭的一分子 一个成员 而且我是一个男人 我觉得我有梦想 我也有目标 我为什么不去实现呢 还有就是 我觉得残疾人 未必都要在家里吧 当时你就跟奶奶这么说 你奶奶没哭啊 我奶医生就把电话挂了 因为特殊的身体状况 张磊从小在奶奶的 悉心照顾下长大 从来没自己离开家颁布 但为了自己的梦想 为了能帮家里分忧解难 张磊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鼓起勇气走出家门 然而冰冷的现实 却给了她重重一击 实现梦想其实挺难的 特别难吧 其实也不太容易实现吧 是的 到了那个城市之后啊 开始的憧憬都特别好了 等你真正去做的时候 你会觉得理想很丰满 现实特别不在 这词用在这了 到那干嘛 肯定是助唱什么的 对 我大概去应聘过 大连各个小小 有助唱歌手出现的地方 所有的地方 基本上都应聘过了 你那个时候怎么去应聘 是轮椅啊还是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那个时候那个轮椅 还是小轮的 我自己推不了 是和我一起去 大连的小伙伴 然后帮着我 等于别人推着你 对 他们也唱吗 他们不唱 他们是想到那去找工作 然后去应聘都被拒绝了 老板说 客人看见我会觉得不吉利 所以就歌手梦啊 在舞台上的歌手梦 几乎就是破灭了 那咋办呢 回家呀 找奶奶去呗 没有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 行动不方便的人 能够从家里走出来 本身就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事 身边的朋友就跟我说 要不然咱买个音响试试 不就想唱歌吗 哪不一样唱 其实我知道 他是安慰我 后来做了好多天的决定 然后就真买一个音箱 去街头试一试 唱一唱 然后效果还真要比我想的好很多 支持的很多 等于做街头艺人了 对 流浪歌手 街头艺人好听 在街头唱歌 你第一次唱 你挣多少钱一天 大概有速食吧 哪年吧 你告诉我 09年左右 那不算多 你要说09年左右 不算多 不算多 但是对我来讲 已经很多了 那个时候连吃饭都是问题 那必须的 我要先去吃饱了 再去考虑梦想 你唱的时候 是不是有人肯定 说吧 有 就是指指点点 或者是说 你就能听得到 在你不放音乐的时候 你会听得到 这个人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还是 绝大部分的人 还是很尊重的 就比如说 大连的天特别热 然后有一次是在 地下通道的口外面 然后在那唱歌 然后会有同龄 和我同龄的 给我送水 然后这扬伞之类 我觉得挺好吧 我觉得起码我受到了 支持受到了鼓励 而且认同 街头唱累吗 特别累 我开始的时候 大概是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中间就会休息一个 三十分钟 去下卫生间 然后 但在这个时候 我发现个问题 就是我不唱歌的时候 会有人给我钱 我会觉得 好像他拿我当个乞丐了 不是我最初的目标和梦想 然后我就试着 尽量多唱 少休息 敢在人少的时候休息 或者是我休息的时候 把东西都拎走 一两个小时 到三五个小时 最后的时候 我可以连续唱七八个小时 不停 那你这具备了 开演唱会的功底了 对吧 在列列 你开演唱会 厉害嘛 当时一天收入多少 还好吧 我觉得 有的时候可能会相对多一点 两三百 但也有少的时候 对吧 少的时候也有 可能还不如第一天的时候 也有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种人 就是因为好多人 是给自己设定目标的 就我挣多少钱 就算怎么样 你有那种指标吗 我的目标是 想多赚点钱 然后回家给我奶奶 然后因为我的病 之前小的时候 父母啊 家里人也带我去看过 也拉下了不少的机会 东美化债 对 外债的意思 对 然后 想着先把钱还上 然后让奶奶过上 好一点的日子 完成那目标 先不说完美完成目标 奶奶没赶上我的好日子 为啥 因为在我离这个目标 越来越近的时候 家里人给我打电话 说奶奶病危了 奶奶得了癌症 开始说的时候在大连 一个人在大连 然后身边没有亲人 而且说的是我奶奶 您能理解我的心 当然可以 我记得我是早上 七点的时候 得到的这个消息 因为他们是 头一天的下午 去带我奶奶检查的 第二天告诉我的 我中午的时候 就买票回了家 但是我回去的时候 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奶奶 没什么变化 可能是因为 刚刚得上这个病 精神状态特别好 还给我做饭 和家里人聊 然后都说 说这个病 需要很多的钱 然后我又走了 挣钱去呗 对 我待了一段时间又走了 又去赚钱 当我走了的时候 家里来电话 说奶奶没有了 因为我回来的一段时间 看奶奶 大概有两三个月 在家待了两三个月 当我走的时候 我走了以后 来电话就说奶奶没有了 这么快 我回去的时候 都没见上她的 最后一面 老人没受什么罪吧 没遭什么罪 我奶奶是一个 特别坚强的人 她的这个病 特别的疼 但是我在家的时候 我和家里人跟我说 从来没说看见过 说她觉得哪疼啊 哪不舒服啊 从来都没有 我相信一个从小被奶奶抚养 长大起来的人 他们两个人 以这样一种方式告别的时候 一定对你打击很大 对吧 奶奶去世之后 我大概在家里 在她的那个房间 有五六个月 没怎么和 包括家人说话 有关系的 就更别说了 对 我每天就在那 我就觉得 这个事好像不是真的 就不敢相信 后来怎么走出来的 我奶奶活着的时候 经常说 就是比如说她碰见你 她也会跟您说 我孙孙唱歌特别好听 然后我们两个也会聊 她会告诉你好好唱 以后你一定是个明星 之类的话 我觉得我再这样下去 也不可能把奶奶挽救回来 我觉得倒不如我过得好一点 然后奔着她说的那句话 我去努力 让奶奶在天上看着我 也会好一点 会安心一点 然后我也算完成了 对她的承诺 刘老师 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 总会碰到这样的时刻 不管是谁 亲人的离开 至亲的离开 特别好的朋友都离开 可能有一个创伤器 你怎么看待她 那么长一段时间 我不得不说在这点上 你非常幸运 你有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奶奶 她能够把你造就成一个 到今天为止 还可以有一个 很会心的灿烂的 微笑的这样的一个人 站在我们的角度 说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但也许在她的内心 这也许正是奶奶一种独特的告别方式 当她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种感受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感受 特别的真实 不是过分的去伤感 去流泪 同时也并不是说 漠不关心 不在意 而是那种 在思念当中 有一种独特的情怀 自己跟奶奶之间 只有你们两个人 才能说得清楚的一种情感 奶奶的去世 让张磊备受打击 但是想到奶奶生前对自己的鼓励 也为了不辜负老人家一直以来的期望 她重新振作起来 再次踏上追梦之路 2014年 张磊参加了一档玄秀节目 让很多人知道了 这个有才很乐观的玻璃小伙 2014年 也因为这次机缘 她还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坚持其实就有回报 2014年 应该是你人生一个大转折 对吧 是的 2014年 我参加过一些选秀节目 然后也是让大家通过这个 荣幕里看见我的第一次 参加这个节目 其实怎么说呢 我觉得对我收获最大的是 我的偶像王立宏老师 通过这个节目 关注了我 也找到了我 而且还在美国帮我找了医生 也是治疗脆骨病的 因为他有一个朋友 也是和我同样 有同样的病 然后经过治疗之后 他不仅不骨折了 不仅就是身体 或者什么都可以走了 而且他练出了六块腹肌 真的吗 真的 那你看了那个大夫了吗 我和医生 还有王立宏老师 我们有过一次电话的视频会诊 然后医生给我的建议是什么呢 因为他说我现在的骨密度 并不是很高 然后需要吃一些药 然后先把这个骨质增强一下 可能以后会有机会做手术 有机会 那就说你有机会八块腹肌呗 这个咱们努力呗 特别阳光 我特别同意您刚才说那个 就是他奶奶对他的打造 或者叫塑造太重要了 反正来这个节目做的嘉宾 就是咱们就说玻璃人吧 就他们这个群体的朋友 还有一个共性 就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这让他坚持 从他那个生活阴霾里走出来之后 一般都能找到一个什么大美女啊 大帅哥啊 什么就在他们身边 让你觉得特那样的 你有吗 咱能换个话题吗 别聊这个了 行 那个我就不聊了 编导他们不愿意 编导说 弄了一个特别 你特别好的朋友来 专门来接这事 来咱们请出他这位朋友 也许是个美女的 来又请 我其实特别失望你知道吗 我这门打开应该是个 惊艳的大美女 这就跟这个节目的一贯的习惯是贴合了 介绍一下吧 我叫瘦帅 是张磊的好朋友 很多年的好朋友 好朋友 对 你啥职业啊 我也是歌手 你也是歌手 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 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们两个大概认识 五六年了吗 五六年 五六年 那个刚才就说他那个女朋友什么事 你知道哈 对我知道 我特地来爆料来了 那你说说吧 说说吧 你觉得咱们俩还有办法相处吗 你先说他有女朋友吧 女朋友肯定有啊 你来住 有几个女朋友 我就知道一个 你只知道一个 还好还好 长什么样啊 长得挺好的一个姑娘 主要就是张磊 她并不是很愿意提起她的女朋友 为什么呀 主要是她想保护这个女孩 这我不懂 因为吧 因为现在的经济条件 还不是很允许 还不足以去结婚 也不想以后再因为 一个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 然后导致两个人分开 那样的话 对女孩子的影响也不是很好 所以说她并不是很 愿意提起你们 想多了吧 你觉得呢 我觉得 作为朋友 其实我觉得吧 身为男人嘛 都是想维护一下身边的那个人 他会照顾人吗 他也很会照顾 他是个很细心的人 虽然说他可能行动不是很方便 但是他自己可以动的情况下 就比如说 自己去倒杯水啊 或者拿个毛巾啊什么的 就是因为他 我经常在家里面 去在家里面玩 然后他女朋友在家里 很勤快的一个女孩子 他女朋友多高啊 那姑娘麻烦你站起来一下 有我们这姑娘高吗 身高差不多 也是这种条吗 稍微就是 稍微圆润一点 对 头发呢 头发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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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差不多 人就是这样 你越看不见就越好奇 其实有什么呀 人家的女朋友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你们哥俩怎么认识的呀 通过一个唱歌比赛 我是一个不太善于主动去交朋友的这么一个人 他也是 我们俩留点隔色 就是如果咱们能玩到一块去啊 可能你踹我一脚 明天我还找你玩去 你可真的我们不敢踹 一般都是我踹别人 如果要是性格不合的话 可能在表面上做再好一百岁 我们两个不知道怎么样 反正两个人都挺隔色的 就走到了一起 这五六年挺不容易吧 在一起 还好 他挺不容易的 生活上互相帮忙吗 多数他帮我 基本上我大概就是一个司机 无论是生活当中啊 就是出去溜达玩啊 逛啊 开车带着他 或者说还是 这个车 都是司机的一个角色 反正无论他开自己的车 还是运营 都是一个开车的角色 运营开得特别好 兼职保镖 那像他这个 我知道他们有时候要做 需要抱的 你敢抱他吗 刚开始见面的时候 也是在比赛的时候 肯定会有楼梯 楼梯呢 他就不方便 那天呢 就是 也是他在楼梯 不方便的时候 他也是 也看出来 不是很想叫我 我也想去帮忙 但是我还不敢碰 因为那时候 不认识不了解 然后就感觉就是 就跟个玻璃一样 真就想呢 就怕得像是一个玻璃一样 就怕就是 哪儿碰坏了 咱不说讹不讹 心里也不舒服 然后 他就跟我说 我就会问他 我说我该怎么抱你 是吧 该怎么弄 然后他就说 没事 你就整吧 就整吧 就上去了 然后就 把他抱起来了 抱起来以后 然后就 再把车弄上去 第一次的零距离解除 这一抱 就五六年下来了 就一直抱了 这一抱就五六年 他有了女朋友 你还抱吗 抱我 他女朋友 抱不动 从初次相识 到成为最好的朋友 少帅 已经成为张磊 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志趣相投的他们 经常一起逛街 一起喝茶 一起讨论音乐 即使周围人 会有一样的眼光 他们哥俩 也毫不在乎 面对同作为歌手的两个人 主持人却提出了一个 非常不地道的问题 我问一个特别不地道的问题 就是你俩唱歌谁唱的好 这个我要先说 我觉得从长相和气质 你能看得出来 确实看不出来 如果傅凯昌教授 他歌唱的特别的好 特别特别好 不能这么说 你这么说 我们两个唱歌 属于是两种风格 两种风格 不能说 拿来比较 不能拿来比较的 无法类比的 因为风格不一样 是吧 那你们俩合作过吗 私下里就有 私下里 就公众的时候没合作呗 在这么公开的场合 好像还没有 没有 好朋友合作一个吧 来来来 当保护你的他 变成要你保护的他 当你远离了家 努力有了你爱的他 突然发现 那个爱着你一生的女人 变成了你最牵挂的老人 从一哭就有人红 变成再哭也愿着笑 哥们儿轻易在酒里 喝完了涂得自己擦 就算天上扛着扇 也要装得很潇洒 这就是我们快到三十岁的男人 男人也像一朵花 需要人来灌溉他 他会用他的奔放向伴天下 男人不是不流泪 只是躲起来心碎 宁愿却遮掺 也不要笑着鬼 男人也是几朵花 也害怕风吹雨打 有谁能看到天上后的伤疤 一分青年这一生 一个假行一辈子 这就是男人 活着的养父 人生不过一杯酒 最晚了路还要走 爱人和朋友 我在你的身后 就像这首歌里唱出的 他们导出了自己 作为男人的担当 经过多年的坚持 如今的张磊 终于收获了众人的喜爱 收获了爱情和友情 在苦尽甘来的今天 他们来到节目 又是为什么呢 事业现在算对吧 算是有 友情肯定是有了 对吧 当然 健康也比以前好了 对吧 好很多 哥们也不错 人生大赢家 来我们这干嘛 其实今天来到这 还真的有一个诉求 我其实来到这 是想和社会去呼吁一下 我们残疾人 是这样的 因为首先 我刚刚聊到我的所有的经历 然后你也听到了 我是吃过很多的闭门羹 甚至是很多 还有一些话特别难听 我觉得 应该给残疾人多一点的机会 多一点的公平 公正 公开的 这样的一个平台 让残疾人和正常人去竞争 我觉得他不是没有能力 中国有8500万残疾人 我是不想 我作为一个残疾人 我是不想 每一个残疾人都要在家里面 啃父母 吃低饱 然后 度过这一生 我觉得既然你有梦想 你就一定要走出来 当然我们走出来了 我希望 能够给我们一些平台 让我们去展示自己 把自己的一些东西 能够发挥到最有价值 其实小张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在我通过对生活的观察 其实今天他那个诉求 是一个更递进的一个诉求 就是大概对于残障人士的 这种另眼相看 在中国的大都市 这个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跟过去比 好多了吧 好的是很多 这么多吗 如果在街上 可能一个残疾人 或者是身体不方便的人 有时候摔倒了 或者是怎么样 现在会有人去扶 去愿意去帮助 但是通过工作上 我明白 所以我就说 他的那个诉求 是一个更高的诉求 对 我是希望 因为平等对待 可能是第一步 对对对 下面是说 我们应该跟你健全人一样 我们要享有 我们的工作机会 我们应该同工同酬 这是一个更高层面的 一个呼吁 我不知道刘老师 你一直在观察它 你看到什么 我们首先要相信社会 它会一点一点的进步 社会的状况都在变好 机会会慢慢有 那这个 再慢慢的这个 社会状况变好之后 会出现一部分人 有一个特殊的心态 希望邵帅可能 能够给这些人一些帮助 你作为一个无障碍人士 和一个有障碍的人士 两个人成为好朋友 你相处的经验 对于很多在这个阶段的人来讲 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一个工作室叫 一加一残障工作室 这个地方 它都是由残障人士组成的 是一个小型的广播电台 我相信你们的故事也好 你们的歌声也好 包括一些技巧性的相处也好 他们都会很乐意去接纳你们 并且能够有一个小的平台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的故事 至少我们让慢慢的观念改变 不起是不害怕 残障人士的人能够有一个机会来 和你们做朋友 然后如果能够通过你的故事也好 你的经历也好 让更多跟你有相同经历的人 或者说有类似经历的人 可能无论从家人也好 还是从自身也好 都觉得我待在家里会更合适一些 让这些人能够走出来 那么慢慢社会才会更多地去接纳这个人群 它是一个相互的过程 它是一个很漫长的 但是非常幸运的是 我能看到你们两个人 应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在这个舞台上 我不是第一个说的 我也不是最后一个说的 我希望我能够成为在呼吁的这一群人当中的一员 我觉得我以我的能力我做到了 就是从我做起嘛 对 所以你看他今天的故事 你会发现啊 就能来这儿做节目 还有另外一个恭喜 看起来他的世界很小 但是他的心很大的时候 实际他的世界就大了 一张小小的轮椅 其实禁锢不了 有一颗大心或者大世界的人 我感谢你们哥俩能来我们的节目 谢谢 我觉得歌手来了 就是你做节目 你不要做的就 老说大家就会觉得累 唱歌又唱得那么好听 在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但是他就难了 因为是压尾的吧 这歌得又带点总结性质的 你可能挑歌就会比较难 用什么歌来做结尾 你得告诉我们 为什么用这歌做结尾 我觉得可以唱一首天亮了 天亮了 对 为什么选这个歌 为什么要选天亮 我觉得像刚刚和两位老师聊的 我可能是呼吁者 我可能是参与者 我相信嘛 我相信天一定会亮 天首先一定会亮 这个事情也一定会成真 行 那我们就欣赏他的天亮了吧 来 请欣赏 那是一个秋天 风儿那么缠绵 让我想起他们 那双无助的夜 就在那美丽风景 相伴的地方 我听到一声巨响 深彻山谷 就是那个秋天 在看不到爸爸的脸 他用他的双肩 拖起我重生的起点 黑暗中泪水 沾满了双眼 不要离开 不要伤害 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 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 我愿会到天 到一个美丽的花园 我想要紧紧抓住她的手 妈妈告诉我 希望才会有 看到太阳出来 妈妈笑了 天亮了 在今天的节目中 张磊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告诉所有人 残障人士完全可以通过 自己的努力和社会的帮助 和非残障人士一样 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 在此 我们也希望通过节目的呼吁 让更多的残障人士 能够独立地生活 让他们的能力能被认可 让他们能够在社会上 获得平等的机会 而实现这些 需要你我的共同努力